講開富豪問題,李嘉誠分拆港燈是不是撤資的開始呢? 你問他,他不會說是 他當然不會說 但他撤資,就算他撤資,我們都覺得是正常 正常 但我又不夠你,權勢又不夠你那些大陸佬來 錢又不夠你現在你下來的那些中資多 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呢? 要投資外國世界很大 這麼多國家現在都在開發 我們在二十多年前說 我在外出一百元,我只賺二十元 我就不會回來大陸一百元賺四十 我的作風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肯呢? 大佬,跟低等人們蹲在那裡 喝一杯酒,浪費冷氣 沒有飯吃 現在 如果你有什麼和你蹲在那裡 柯尿的人表 童袋吃飯都會失身份 我們就是這樣做的了 你是否認識我,我不認識你 所以我市長,我屌實他的 在中國做工作 我想給你面子 以前的黑鬼里 那個反客大幫 我回去貴州 那些師妹這樣罵發 但都回不了香港 我怎麼能夠罵得 我怎麼不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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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罵黨的書記 我怎麼不罵得 啊